世间表女最无情,多少痴男看不清 这个社会有很多痴情的好男人 他们愿意为心爱的人付出一切 可是因为他们缺乏恋爱经验,不懂得如何表达 让大部分女孩子都望而却步 却反被很多无情的表女利用 世间表女最无情,多少渣男看不清 今天小李就给大家揭露表女的真面目 一,私生活混乱 她的身边有数不清的异性 总是夜不归宿,穿着暴露鞋去娱乐场所 她总是有理由解释这一切 让你认为她是个好女孩 其实她这么做只是想利用你而已 而你只是众多被利用傻瓜中的一个 二,和你玩爱美 真的表白了却说你是个好人 说白了你就是她的备胎而已 她不爱你,但是她要利用你 这种女人很会惊人胃口 她绝不会表态 会表达得很暧昧 当你真的表白的时候 她却说没想好 或者说你是个好人 装出一副可爱无奈的样子 若即若离地让你离不开她 继续为她服务 三,理所当然接受你的付出 这种女人拒绝你的追求很痛快 拒绝你的礼物那可是很难 她们从来不会在意你的付出 就算表现得再吃钱多了 她也不会被感动 只要你送她礼物 她才会眉开眼笑 毕竟她爱的是你的钱 不是你的人啊 四,从不回报你的好 不仅仅是你主动送的礼物 当她和你很熟悉的时候 还会主动索取 会榨干你的价值 而你为她付出的这么多 却得不到任何回报 有些表女会给对方一点甜头 然后索取更多的礼仪 可怜的老师还沉浸在自己的意义中 觉得对方有多爱自己 爱情会让人失去理智 有很多失男怨女付出很多被欺骗 却还是义无反顾 因为付出的太多了 所以舍不得放弃 觉得不甘心 这是为什么好多人发现了 对方欺骗后 仍然抱有幻想的原因 在此小李想提醒各位 一定不要对表女抱有幻想 我们当然应该对别人好 但不要盲目 我们的好 要给值得爱的人